Hello大家好,我是妞妞黄映瑜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道 可以当成点心,也可以当成主食的料理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燕麦片 面粉糊 香料 盐 胡椒 玉米笋 黑木耳 紫色高丽菜 红萝卜 花椰菜 杏鲍菇 蒸熟的马铃薯 蒸熟的马铃薯压成泥状 加入些许奶油 让口感变得更绵密 将食材稍微炒香 蔬菜加入马铃薯泥中 加入适量胡椒 加入适量盐 加入适量香料 搅拌搅拌 用手捏成排状 依序裹入面糊及燕麦片 下锅油煎 至表面呈现金黄酥脆即可 把菜拿到差不多了 澱粉 下锅油煎 穿到柠檬 克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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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也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做哟